我们的Action Creator来看一下 同学们大家好 这几课我们来继续进行项目的编码 打开简术的官网 我们翻到最底部 大家可以看到 在底下有一个阅读更多的按钮 我们点击阅读更多 它会加载出新的列表项 我们先来做一下这个功能 首先打开我们的项目 然后我们想 这个阅读更多的按钮应该加在哪里呢 其实它可以放在列表里面 也可以放在列表的外面 那其实它和列表是一体的 因为点击它列表会出更多的内容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放到 list.js这个组件之中 我们打开list.js 大家可以看到在上面 我是去做这个列表项目循环 那么在最底下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DIV标签的下面 去写一个组件 这个组件呢叫做load more 内容我们可以写一个更多文字 当然呢现在这个带样式的组件 并不存在 我们要到stales.js里面去写它 weights 打分板 height 40px line height 40px text align center 上面来一个deckground 锦号 a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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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往下 border radius 我们给它一个20px 同时呢我们再给个颜色 color 锦号 ff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下 当然最好呢 这块还是要给个margin的 上下我们都给30像素的一个间距 左右呢 空着就可以了 保存 回到页面 咱们刷新 往下翻 好你的按钮并没有出来 我们看代码是不是写错了 大家可以看到呢 其实错误在这儿 background这块我们少了一个n 保存 再回过头来我们刷新 好更多文字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cursor pointer 这样的话 鼠标放在这个文字上的时候 会有一个手型的图标 点击它的时候我希望加载更多 我们来做这个流程 首先我们找到list.js 我们呢要绑定一个onclick事件 等于 来我们看怎么写 当你点击onclick事件的时候 你是要去获取阿甲克斯新的数据 所以呢我们要做一步的操作 这块我们就需要派发action 让action呢去做一步的操作 所以这块代码我们要这么写 首先在下面我们写一个 const map dispatch patch 和一个对象 这里面呢我们可以叫get more list 好我们定义这样的一个方法 也定义了map dispatch 然后把map dispatch作为connect的第二个参数传进来 那么在这里我就可以去引入 这个get more list的这个方法 ok 然后当你点击的时候 我去执行get more list的这个方法 get more list的干什么呢 它要派发一个action 所以我们要创建一个action 在这来看你怎么创建action呢 你是不是应该通过store 下面的action creator创建action 所以我import action creator from 点点 上一层的这个store ok 然后我们这么去写 dispatch action creator 我们呢 掉它的一个方法叫做get more list 这个方法 保存 然后我们要去action creator里面 写这个方法 去创建action 它呢 应该这么写 export const 因为它要做异步的操作 所以我们要用到reduxsync 提供的特性 可以在这里写一个函数 好 我们这个函数呢 可以接受一个dispatch方法 大家呢 可以尝试在这打印一下 console.log click 保存 回到页面 刷新 好它是store 没有这个action creator 我们拿写错了 我们在这里啊 你应该给它加一个s 下面加一个s就可以了 保存 我们回到页面下 再刷ok的 打开控制台 当你点更多文字的时候 click就会被打印出来 好我们继续往下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很显然action creator 不是要打印出click 而是要派发一个阿甲克斯请求 获取到更多的列表内容 这个时候在真正的开发之中呢 我们就是要和后端的小哥 进行接口的制定 我们可能会跟后端电话说 我要一个接口啊 这个接口定成什么样的一个名字呢 我们就叫做API下面的 home list这个接口吧 然后呢 你去给我返回一个数据 数据的形式是什么样的呢 你又要和后端去定 这里呢 之前我们已经有过这个流程 所以我呢 已经给大家准备好了 这个新的接口的内容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打开public目录下的API目录 大家呢 在这里创建一个 叫做headerhome.json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其实非常简单 这个接口啊 我就需要你返回一个list list的内容就是这样的一个内容 那我们看home 再看header 你会发现呢 其实这个接口设计的不是很合理 这个内容我们应该叫做data 好 success代表这个接口成功了 data里面的内容 跟我们home.json里面的这个article list的内容 是一模一样的 因为都是这个列表里的内容 所以它的类型都有ID title description和imageURL 我就是把这块代码 复制到了home list里面一份 当然呢 这块ID你要改一下 假设是真的接口啊 你从后端去请求的话 首屏的接口 它的ID 其实是数据库的一个ID 和第二屏的ID肯定是不一样的 内容呢 大家可以自己改一改 我就都用胡歌这个内容了 保存 有了这个接口 我们就可以在本地去模拟请求这个接口 当然我再要提醒大家一点 home list.json 我们做数据模拟的时候 你一定要完整的按照 json的要求去写你的这种模拟数据 有的同学一个不小心 在最后的这个对象后面 多加了一个逗号 或者你在整体的外部 多加了一个逗号 在gs里面 你加一个逗号是没事的 但是json文件里面 你多加一个逗号 它就不好用了 所以记得一定要严格按标准 没有逗号的地方 一定不要多加这个逗号 一定要把它写的很标准 如果你不能确保它标准的话 直接到我的项目代码里 把这个json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关闭一下 我们继续 那在这儿我们请求这个json的内容 然后获取到这个json里的内容 然后把这个json里的内容呢 打印一下 保存回到页面 刷新 点击加载更多 大家可以看到 新的json的内容就拿到了 那么有内容之后 我们要干的事是什么 我们打开store 是不是要改变story article list 这块的内容 你往里加内容 那怎么改 好 想要改变story的内容 一定要走这个流程 先创建action 然后再派发 对吧 所以dispatch 我们来派发一个action 叫做add home list 把什么传进去呢 把result传进去 add home list 帮助我们创建一个action 所以我们也写在actioncreator里 它就是返回一个对象就可以了 接受一个list 类型我们起一个叫做constant.add list 或者叫做add home list add article 都可以 article list 然后呢 要传一个list过去 当然现在你没有add article list 所以你要到constant这个文件里面去导出一个文件 导出一个变量 export const home下面的add article list 保存 OK 那么这个时候其实有一点问题 大家来看store里面reducer存储的这个article list 它是经过immutablegs转化的一个immutable书组 那么我们现在呢actioncreator传递的这个list 实际上是一个普通书组 就要做一个转化 import fromgs from immutable 然后我们调fromgs这个方法 把list转化为一个immutable的list 当然呢 除了用fromgs这种方法 immutablegs里面还提供了一个方法 叫做list方法 你也可以这样去写 把这改成list 它也会把一个普通的书组 转化成一个immutable的书组 这样去写OK 我们呢 创建了一个action 然后调用这个dispatch 把这个action触发出去了 那这个action就会传给谁啊 就会传给我们的这个reducer点 rgs 所以我们到reducer里面继续去写代码 我们把这个case拿过来 case 这块呢 长量名字变了 我们叫做addarticlelist 如果你接收到getarticlelist 你该干什么呢 在这想一下 你是不是改变这个articlelist 所以你set是谁啊 articlelist 把它变成什么呢 把它变成state.getarticlelist 我们拿到原来的这个articlelist之后 调用它的concam方法 向它后面追加内容 追加的内容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我们action传递过来的list的内容啊 好 保存一下 我们回到页面 我们点击更多文字 这个时候它会爆错 那遇到错误 我们该怎么调试呢 大家点开redux这块 我们来看一下啊 点击state 然后点击home particlelist 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啊 我的4567这新的四条数据已经插了 但是为什么它会爆错呢 实际上原因在这儿 我们打开我们的actioncreator来看一下 在这儿我们刚才用了一个immutablegs提供的list方法 但是list方法只能把这个数组的外层变成一个immutable对象 但实际上我们打开reducer 在这来看articlelist里面放的是一个个的普通对象 那么这一个个的普通对象外面加了一个fromgs 它也会被变成一个个的immutable对象 但是如果你在actioncreator里面用list 只有外层的数组变成了一个immutable类型 内层的数组内层的这个对象啊 依然还是普通的gs对象 所以它没有完全的做数据的转化 那么我们还是要用到这个fromgs 这个方法呢 会把外层的数组和数组内部的对象 都转化成immutable类型 这样的话就没有问题了 我们保存一下来试一试 好关闭掉这里 我们刷新一下 点击更多文字 大家看是不是加载更多了呀 我们再点击又加载了更多 再点击又加载更多 但是这个时候我们打开控制台 它会报一个错误 说什么呢 说k值一样了 为什么一样了呢 因为每一次我们现在加载的数据 都是从哪里来的 都是从我们的这个home list模拟数据里来的 它的这个ID值都是5678 而我们list这个组件做循环的时候 我们会用这个ID做k值 ID做k值的时候 我们说会有问题 k值要求我们 它的值应该是唯一的 但是这个ID会反复用到你这个home list 模拟数据里的这个5678 就会有重复 那为了避免这个报错 我们现在可以怎么做呢 我们打开list.js 然后map的时候 我们用一个index先做一下k值 保存 然后回到页面刷新 好 我们不断的加载更多 也不会报错了 当然呢 在真正项目开发里面 我们说 我们点一次加载的内容啊 其实是涉及一个分页的 当你点第一次的时候 你要告诉后端 我要第一页的数据 第二页的时候 我要第二页的数据 那这个分页怎么做呢 也很简单 我们到我们的代码里 继续来写 首先 我们在reducer里面 要去定义一个新的数据箱 叫做article page 默认呢 让它加载 第零页的数据 或者第一页的数据 保存 接着 我们这样去写啊 回到我们的list 这个组件里面 ok 到list组件里面呢 我们要去这个数据箱里面 拿到这个 你当前是第几页的这个内容 怎么拿呢 page 这么去写 它等于state.get in home下面的article page 我们看一下是不是这样的 打开reducer.js 是article page 不要拼错了 那大家呢 写的时候尽量的去复制粘贴 我写的比较熟 所以直接就写了 好 当你点击load more的时候 我这里面的时候 给它写成一个建筒函数 建筒函数呢 调用这个get more list 然后在上面 我去把这个page拿过来 这样就可以得到 当前你所在的这个list的页码 当你点击的时候 我可以把页码传递给get more list 然后get more list 你就可以接收到这个页码 好 然后你把这个页码传给谁啊 传给get more list 这个action creator action creator里面 我们来看 你的get more list的这个方法 就能拿到这个page 然后呢 你请求后端接口的时候 你给后端带一个参数 叫做page 它等于什么 就等于你的这个 加上一个 你传递过来的这个page项 保存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啊 回到页面 我们点开控制台 点开network 刷新 清一下 大家看 当我点更多文字的时候 它请求的是deer 再点 它请求的还是deer 再点就应该变成几了 变成2了 那怎么做 当你呢 点击完了之后 你获取完数据之后 你要派发一个add home list 这样的一个action 你派发这个action 你只把result给它了 其实你还可以把什么给它 就是加1给它 加1给它 也就是next page 就是下一页的这个页码 你传给at home list这个action 那在这里 你就可以接收到一个next page 这样的一个变量 那么你把这个next page 再传给谁啊 再传给我们的reducer OK action创建好了之后 派发之后 reducer里面 我们再打开我们的reducer.js 在这里面 不仅你可以获取到一个action list 你还可以获取到一个next page 那么我们怎么做 这样来写state.merge article list 跟以前一样 我们写成这块的内容 同时 你要替换掉当前的article page 把这个article page换成谁啊 换成你action 传递过来的next page 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 我们的页码自动就加了e 保存 回到我们的页面 刷新一下 点击更多文字 稍等啊 我清一下啊 点击更多文字 第一页 再点击第二页 再点击第三页 这样的话 后端拿到几个参数啊 就可以根据你页码的不同 返回对应页码的内容了 讲到这儿呢 我们更多文字 加载这块的内容 就给大家讲解完毕 这块呢 我们再来强调一下它的流程 发送阿杰克斯数据 它的流程就是什么呀 首先绑定一个click式键 然后呢 派发一个action 我们借助Redux的Sunk这个中间件 在action里面去写一部操作 请收到数据之后呢 我们再派发一个同步的action 然后Reducer接收到这个同步的action 去改变它的数据 数据变了 页面跟着就发生了变化 好了 这节课就给大家讲这么多 大家加油